这个是隐藏积木 它的规则是用这些黑白积木块摆出卡片上的图形 并且所有的积木都要用上 下面我们来挑战第75关 听说这一关有难度 先把积木都倒出来 黑白积木除了颜色不同 它们的形状和数量都是一样的 四个T形四个三角形 第一步我们先把中间黑色的部分摆出来 用上这些大的积木块 两个放到上面 另外两个放到下面 四个角放白色的 同样也是先用大的积木 那剩下的这些小的三角形 就给它放到两边 不会这么简单吧 如果这样放的话很明显是不对的 这里和卡片不一致了 怎么黑色的积木会多出来呢 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这样也是不行的 要想办法将这些黑色三角形隐藏起来 再来试试 诶 我想到了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将这些三角形斜面朝上放到边上 另外两个也一样 这时候它还是能看到的 最后我们再将剩下的白色积木斜面朝上 盖到它们上面 这样露出来的就都是白色了 和卡片上一模一样 你们觉得是这样拼的吗 其实这套隐藏积木一共有80个关卡 难度逐渐递增 每一关都很有意思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视频下方链接